大家好,我是Mr.Trees 今天我會來到這個王子街花園 王子街花園是愛丁堡其中一等二等最著名的公園之一 這個公園有著非常多千奇百怪的植物和花朵 個人都數不完有幾多 而今天我將會介紹這個王子街花園 裡面大概三分一的花和植物 大概三分一的花和植物已經夠多了 昨天剛剛下雨了 這樣這裡的花就開始興起王子 這裡有著粉紅色的小花 這個應該是蘭花屬的小花 這樣這裡整個小山幽都可見 四處都有這些花 希望大家不要破壞這些花 讓這些花可以在這裡安安靜靜地生存下去 我絕對不認可這些破壞植物的行動 也不想有 在這個兒童遊樂場面前 有幾棵櫻桃樹 有幾棵櫻桃樹 在櫻桃樹之前就介紹過 櫻桃樹是同科植物 可以生到35米高 主要分布地是英國 有幾棵櫻桃樹 歐洲各地有另一棵櫻桃樹 是Oriental櫻桃 對 這樣 這個London櫻桃 是Oriental櫻桃和另一棵櫻桃的混合種 所以歐洲其他地方比較少London櫻桃 只有英國分布地 然後這裡有個兒童遊樂場 這個王子嘉公園的兒童遊樂場 我之前有個Meadows的兒童遊樂場的影片介紹過 一個兒童遊樂場 不過這個兒童遊樂場 我都不是所長 介紹這個兒童遊樂場 所以我暫時介紹其他植物 不介紹這個兒童遊樂場 大家好 這個剛才說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王子嘉的花園 這裡有些櫻花樹 這樣 這個暫時公園最漂亮的櫻花樹 即是這個愛丁堡公園最漂亮的櫻花樹 應該在Meadows那裡 每年3月都會開滿櫻花樹 那裡有兩條街 有一條名叫Joburn Walk 那兩條街 種滿櫻花樹 現在是9月10月 和3月有很大的分別 好 這樣來到我們介紹的 第四五棵植物 這樣 這一棵是紅燦 雖然它的葉就是紅燦 這樣 這一棵樹就是紅燦的樹苗 這樣它的葉雖然像紅燦 不過它的樹皮 就是一點都不像紅燦 這樣 就經過搜證 知道它是巨燦 就是紅燦的意思 這樣就生長在Catafronia的 北部以至南部 這樣這個已經不需要介紹了 因為之前我已經幾番介紹了 這個樹種 第一次看到它這個紅燦的樹苗 在這裡 這個公園 就有一個噴水泉 這些不牽涉植物的 就不介紹 這樣值得介紹的是 這裡有幾棵London Plain Tree 這樣就圍著 這個 這個水樹的北蓮 這樣就有三棵 其中一棵最為巨大 它的直徑 就肯定超過一米 而它的樹高 我覺得它已經有三十米 雖然在這個倫敦櫻桶 不是最大那幾棵 不過 它的大小已經夠了 這裡就有一棵天橋 這裡的天橋 就可以通往 這個外丁堡的城堡 可以在城堡那邊 看到更多的樹 不過 最可惜的 就是這條橋 竟然是封了 這樣就沒有辦法 進去看 裡面的樹木了 在這裡 這個黃子街花園 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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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黃子街花園 近去中間的位置 就有一棵 下雨傘 不是一棵 旁邊還有第二棵的下雨傘 下雨傘 在英國屬常見植物 不過 在美國 和香港 和中國內地 都屬常見的植物 下雨傘 它說明是下雨傘 為甚麼有這個名字 是乳毛的意思 因為它的葉類似乳毛 為甚麼會有一個下字 因為 這個下雨傘 是這個 少數的松樹柏樹 能夠下葉的松樹柏樹 所以就有一個下字 它現在還來到最冬天的時候 到最冬天的時候 它當然就會下葉 是啊 那麼 下雨傘 為甚麼有個傘字 因為它自然是傘樹 所以才有傘字 下雨傘的高度通常 會超過20米之上 它的直径 亦都最多 可以1.5米而已 不算粗的樹 亦都不算高的樹 不過總算不算矮樹 好 那就 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就 來日再見 是啊 那 這裡就有個 Woyobotan Garden 設計的 多肉植物的棕 還有 這裡都有植物可以動的 這個棕 這樣這個設計是 是十分之好 又環保 那 這個是多養植物 也是植物的 這樣呢 在這個植物和環保方面 著想是非常之好的 這樣呢 這個 王子街公園 雖然小 那 都可以說是這個新城區的市廢 還有 舊城區的市廢 是 這個 Woyobotanic Garden 一個 鐘 那 就非常有設計性的 那 多謝大家的身體 啊 多謝大家的意願 啊 那就拜拜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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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